哈囉 大家好 撞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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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約黨第45集 快要一年了 52個星期就一年了 突然又一年了 期盪再會面 好 那呢 我們今天就講講這個 如果遇到生意 我們有這麼多位都有生意失敗的經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也不容易 能夠三個人坐在一起 都一起試過生意失敗 還要不止一次 就知道生意成功的機會率是多麼低 還要香港之前有個調查有說 如果你家裡是打工的話 你超過八成的機會 你一輩子都是打工的 代表香港真的創業的人數很少 父母都打工的話 小朋友大多數都是打工 我覺得是合理的 因為其實你耳如目染下 你的心態是不同的 譬如我自己在出來讀完大學畢業之前 我都沒有想過要創業 因為我家裡的教育就是 你一定要升到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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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是很根深剃固的 所以其實在那個位之前 我完全沒有想過要做生意這件事 這裏可以順便說一下放榜 剛剛放榜 既然今集是說面對失敗 我的人生第一個失敗就是公開試 我就不是的 我也可以的 我哪裏人生第一個失敗 是入了一間中學 那間中學沒什麼 我覺得那間中學很好 我排所有志願的一間男校 那時候我也是讀中學 那時候我小學是男女校 我不太記得我小學最後考成怎樣 好像全球有三十幾 但我爸媽很害怕我入了Bang5 即打小學校 因為我不好打 那個老師就說 如果你自行派位再選我們 那時候有分開課網去選一些學校 總之你全部都在第一次選我們 我現在一定會給你 一定會給我們中學部的位置 那時候就選了 後來發現我 考得比我後一點都進了很多Bang1的中學 即是來塞了 所以我又很愉快地過了七年的男校生活 男校生活是很愉快的 很開心的 我沒有試過男女校是怎樣 我是小學和大學 當然是男女 我中學也是男校的 如果以我這兩個經驗來說 我中學是很開心的 即是男校是很開心 我的印象中就是 開心來自哪裡 除了打球之外 就是Bully 即是很政治不正確 但我那個年代 很多Bully是每天發生的 所以你們就是開心 所以我就是不開心 你明白 但你也認識到兄弟 Bully也有 你是最彷徨無助的時候 你遇到那些人才是最真心的 是的 我中學都沒有試過彷徨無助 即是 都是很簡單地經過 不過說回我們 靠一題先 你第一次失敗 第一次失敗 就是中午 中午那時候 我個人覺得我有勤力溫習的 那你何時開始溫習 我中四五有補習 有去自走室 有什麼 通室都是溝女的 可以的嗎 每個都自走室溝女的 這個真的要說 那時候寶哥沒有見過中四五句 天命可能有 但應該都沒有認識 可能一句都沒有說過 只有這個人 還要不同方 所以其實只有一個外馬的印象 那時候跟現在差不多高 可能矮一點 高就能吃到女的 是很瘦的 那時候可能只有八三四磅 但是有六尺 那就是很瘦 但是很瘦的 一點都不好看 你穿衣服 穿褲 髮頭 什麼都不行 因為你瘦 瘦就不好看 整盤骨 如果現在大家都覺得我瘦 那時候就是很瘦的 接近驗食症的邊緣 又未到 因為那時候我有做運動 但是真的很瘦 那時候那個圖是不可能 追到女的 還要很窮 那時候 窮 我想說 在中學窮 窮追到女的 是沒有關係的 但是 讀書的時候是沒有關係的 你出來就有關係 但是 那時候即使窮也好 只要你去自家修室 就會有女的追 但是那時候自己很旺舊 那時候是因為讀三四年男校 那時候腦海已經沒有女的 不懂得跟女的溝通 是完全 然後心跳跳到心臟病 我明白 我明白 天命你明白嗎 我到現在也是 你懂事 沒問題 明白明白 天命用這些方法來追求女的 就是用那種 你用那種方法來追求女的 假裝心跳 其實幾乎很冷靜 你又有什麼心跳 最近你看到哪一條女的 你有心跳嗎 沒有啊 說到這樣 我以為最近應該沒有什麼 怎麼見女人 你對上一個女嘉賓是誰 你家營有沒有心跳 心跳加速 我就是整個程度 我都不敢看著她 差點心臟病發 這麼嚴重嗎 是啊 我們這一集 加回家營 你IG又會跟人家討論 我沒有啊 以前之前有 都是關心一下人 心跳回憶 OK 這個也好 提外話說 令我想起 我中三四 為何突然要做好我 你說你的心跳加速 我不相信 可能她有 可能她控制得很好 面部表情 這一刻我要跳120 我已經練到 控制到心跳多快 之後就變成六個人 六五合 我們繼續說 那時候看到女生已經是 說不出話 說不出話 但也會有人偷子仔 我沒有啊 我會很懶惰 我說你玩夠我 之後就沒有人來救她 你這麼懶惰 霸氣 不是 那時候是不能認識 還有有認識到一些 可能我那時候是泳隊 有一些師弟 叫做學弟 但他們游得很厲害 因為他們游小又很大的 游得很厲害 那他們的姐姐也是游水很厲害 那姐姐就在那裡 是的 我姐姐在那裡 但我也是 我們來過水中鴛鴦 鴛鴦氣水 但我不喜歡去姐姐 遍石轉身 但我不喜歡去姐姐 因為像海豹一樣 海豹的擊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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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便很有安全感 很有安全感 我驚訝 海豹的油脂量是超高 身體脂肪 你感覺到他的肌肉和脂肪的比例 可能是一比一 你感覺到他 他一邊游會一邊大聲 啊 好像谷德昭 他可以抱起你 是啊 那我又沒有 很壞 你說了別人海豹 就預料我們接著說 我一定會說 谷德昭 食神飛在那裡 啊 那樣去 所以 那時候 完全不懂溝通 有時候遇到一些適合的女生 都因為溝通失效 而是 炒了 而是炒了粉 炒得到 炒得到飛天 這些都是很清潔的回憶 那時候最中午 中午那時候最補習 那我剛好補習 那個就是小型補習社 但是都有幾十人上 都幾多 但是情況很溫馨 那時候我又讀拜俄 然後就認識了一些 因為我在港島讀 所以那些同班是名校的 譬如聖波康伏 穿著格仔裙的女校 很棒的 很棒的 然後就一起補拜俄 那時候補唐麥七 然後八號封球 十號封球 不如我們一起點披薩咯 很開心 那是整班人的 結果整班人都熟了 就認識了 但是那時候才開始 叫做真正有女性朋友 然後才能溝通到 但是那時候應該到中六了 中六開始 但是一直都是溝通不到 因為跟女性有溝通技巧太差了 完全不知道女性是一個什麼生物 我也覺得是的 可能我自己去看 譬如我入了U之後 我看到那些名校出身的那些 就是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就不同的 對著那些女人 是游刃有餘的 是的 我很羨慕的 那時候 屌你為什麼我這樣 但是我讀南校 屌你為什麼我讀讀到這樣 完全說不得到 為什麼我讀讀 為什麼我讀讀 但是那時候我沒有什麼想法 那時候 也是沒有什麼不開心的 只有十分 混蛋了 那怎麼辦呢 轉不到中六 那我再重複 那我又不想做事 好像大陸那個罪犯似的 工作是不可能的 是的 那就重複 重複之後 就用回中文讀白鵝 不是 我本來已經用中文讀白鵝 中五的時候應該是中文 我已經轉了中文讀 然後就 很難 總之所有東西都考高了那個gray 成功過關 最後變成了16班 過關 過關就 正中六 那我中六很開始 已經開始補習和讀書 那我就 都很勤奮的 我真的覺得勤奮 我家裏還放下我以前做筆記的那些補 我以前寫字很漂亮 又整齊 超多本 有不同顏色 都做得很漂亮 但是之後到最終 考出來兩條D 屌你老味 那就是什麼都做不到 但是我不會再重複 A層真的太辛苦 對我來說很累 A層真的太辛苦 對我來說 A層真的太辛苦 而且我已經覺得我考得很好 因為我是考擺阿和Econ 那一字已經交足功課 我已經交足功課 所以 真的沒辦法 那時候我就選 因為我選了行館 因為我有讀擺阿 那我就用這個 伊尼沙八醫院讀RN 兩年八皮很便宜 還有一畢業 兩三皮 頂身十萬也有 超級快就升上去超級高人工 我想好像挺好的 還有 藍護士是比較缺的 你知不知道 在我那時候讀A層我也是想過去poly那裏讀護士 不過後來不小心考得太好 然後就沒有讀 你已經勤力毀了你一身 賣得掉 總之不要太勤力了 你現在聖無數護士 但是你那時候 不是喔 你想想你現在又留錢包 又留電話蜜塵 那一支針 那一支針 在那邊 欸欸欸欸 醫生啊 然後說 什麼事啊 你有沒有覺不覺你掃了一把手術刀 然後說 沒有理由的 咦對喔 在哪裏呢 在那裏 我好痛啊 幸好沒有做事 否則殺了很多 在陰莖上 剛剛割包皮的時候 對呀 在陰莖上 那時候 忘記打麻醉針就麻煩了 然後呢 行館的學費貴很多 行館一年都好像四萬六萬這樣 我不要記住了 但還要讀四年 但當然幸好家裏夠窮 所以可以敷關 大家明白我真是窮 不是假裝窮或者騙政府錢的那些 真是窮 我們講起關東這件事 那時候是有一個家裏有錢的 但是他拿到 福光 還有生活費的津貼 很多這些的 你為什麼這樣 他說 我媽媽 我不是家裏有錢 但所有錢都在外國 是啊 很多在大陸 我也聽到很多 很想舉報他們 因為我那個朋友 大學的時候 是對我很好 他不斷跟我說 你給我幫你搞 我可以幫你搞到你也是全面 然後又可以有生活津貼 似乎的 我也是全面 但是沒有生活津貼 但是他說 你給我幫你搞 我幫你搞到 有生活津貼 但一年幾千 他的生活津貼是瘋到 他除了學費之外 再多11萬是全年的生活津貼 我媽媽用什麼錢 大學生要用11萬一年 即是一皮一個月 你租屋的 你家沒有人 唉很慘 就是這樣 然後最終是選了行館 因為我的原因 跟我剛剛跟寶哥說的一樣 我個人也是很操心大義 一定會有醫療事故 一定有醫療事故 我以為你的操心大義 以前行商很好 那行館應該也不差 那我又沒有去到 對現實有這麼大的落差 只是怕不小心殺了人 所以我必然會有醫療事故 要不然我每天上班的壓力很大 因為我不想有醫療事故 再不然我就會殺了人 知針 知針 沒有了空氣 然後進去 那是混蛋的空氣 我是不是還有五分鐘命 十 所以就沒有選到護士 最終就選了行館 之後就發現行館是廢咎 當然 然後是廢咎 因為行館當時的組成很奇怪 現在不知道 現在好像不錯 現在應該是吧 不知道 不要誤人自帶 因為真的很多年沒有接觸過相關的資訊 但是那時候的組成很奇怪 他找一些退休的教授回來教 他在其他大學上刮那些廢咎 然後再在商界找一些退休的人回來教一些商業 那些人其實不懂得教 但是他們上課不斷吹嘘自己有多有錢 因為我試過那時候上課的時候 這件事很寫實 有一個是廢咎 他也是商界退休的女士 然後上課的時候有些學生在聊天 那時候去行館一定不是聰明的學生 一定不是乖的學生 然後他發脾氣說 我不知為什麼我要教你們 你知不知道那時候我一年的年薪 夠買一輛遊艇 不是不是不是遊艇 那些是遊艇 不是遊艇 不是遊艇 差點我怕自己說 你怎麼買到遊艇 真的假的 我一年的年薪買到一輛遊艇 為什麼我要坐在那裡 為什麼要站在那裡和你那些廢茶說話 我突然想 這麼寫實 那你就回去買遊艇 有多好 有多有那種 原實就是這樣 那些人就是這樣 他們就很有那種優越感 你看到 那種奧氣 我中文不是那麼好 我大學畢業之後 我做所有工作都在外國公司 都沒有講過Chinese 都沒有講過Cantonese 然後又一直跟我們說 其實那些貴佬也很迷信 那些年薪幾千萬的貴佬 那時候為什麼會聘請我呢 就是因為原來其中一個interview的人 是風水師傅來的 他幫我看完照片 就說他一定會很成功 所以才會聘請我 他心想 大哥你可不可以講書 你這麼好學嗎 不是 我們是沒有人想聽他說這些 因為大家對他印象不好 那也不錯 還有那時候又聘請了一堆大陸教授 那些大陸教授是廢了 為何你有這些 為何我沒有 我個個都不錯 你明明都是讀同一個 我不是 那時候我記得整間學校 一個現在去了外國的教授 是厲害的 真的可以教授 除此以外 所有教授和教授 基本上 差不多九成都是廢的 那時候 那時候是說十年八年前 讀大學也是學一件事 那時候我 是 學自修 是 都是自修 我所有課 因為我是 我都認識一些好的教授 有一個後來出了名 當然是專講韓國的文化那個 很喜歡女團的那個 不知道什麼樂 什麼教授 忘記了 時間彈 然後又有去報那些話劇 那些 做了一個 又做drama 即是你做on stage 還是做back stage on stage 我們那時候 台的技術是沒有後台的 但是都挺個人的 然後就認識了一個 認識了一個 真是 叫做什麼 在那些有錢人的圈裡 做交易的人 真是 那位教授 那個算不算是教授 我都分不出 究竟 你超級教授 教授 他們有分的 那時候我都不知道 這個就是assistant professor 我又不知道怎樣 我又是飯事人蛋 然後他又不知道什麼 當年藍程 就是買了給中資的 因為有些股份 然後他又有份 這些都很有趣 後來我和另一個同學 跟了他去的商會 認識一些人 那頓飯吃了七塊 那時候已經是我人生最貴的那頓飯 都沒有三千多元 是的 但是那時候吃七塊水 那時候 那時候大學對我來說 那什麼借鼻 那最重要的是什麼 我還很記得 吃慢煮牛 很好吃 整頓飯都很好吃 但是聽一些奇怪的 就知道 吹嘴 我們又說遠了 說回失敗 失敗就是進行館 除了認識初戀之外 也想不到任何得罪的地方 還有上下的學生會 那也很成功 但是那個過程不愉快 那時候人緣不好 在大學 雖然我現在還沒找到為什麼 除了我追求女兒之外 那可能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又沒有興趣問回 為什麼你那時候對我的東西 那我又沒有問回 那你就讓開了就算了 你是衰的 不是應該這樣去理解 那時候是很囂張的 是不是 很囂張的 那就行吧 是啊 我為什麼這麼囂張 因為進了地獄 是嗎 我year one中段 我就已經入了地獄 已經很早 不是 爸爸是中學的時候已經很囂張 中學的時候是真的囂張 就是再囂張一點 中學的時候真的囂張 其實他還要讀行館的時候 已經收斂了一些 是啊 讀行館的時候是沒有中學那麼囂張的 因為他們那幫人 雖然我跟他們都不是很熟 就是你學生會 跟你好像不是很朋友 我跟他們都不是很熟 但是有聽過新歌 就是說你很囂張 是嗎 後來 不是 對了 我弄了一個碎尾 那時候就是不讀書 然後就在地獄 在地獄接收一些比較 偏滿的東西 偏 沒事 碎了 不要緊 繼續 果然是不適合做護士 沒錯 那就死了 剛剛打破東西 又殺了一個人 死了 不要緊 我們轉頭 然後就叫做 那些錯誤的資訊就是讀書是沒有用的 但我覺得這個資訊是對的 我在那時候也這樣想 然後就是那些同學在那裡 廢 還在那裡說 這個有多少分 這個有多少分 我不夠 我也有這麼想 我不夠 但是我最後 我露了出來 我露了這個感覺 我沒有說出口 你試幻想一下 當那些同學還在談學業的時候 旁邊 白兵擺露出這個 加油喜事 周星馳剛剛有了個病的時候 那個樣子 驕傲 對 做什麼 但是其實自己又沒有錢 賺不到錢 但是那個心就砰到很大 這個砰到很大 所以那時候就是人緣不好 這些人說做保險會燒熱 就是這樣燒 用原來是你這樣燒 不是因為簽完之後才燒 竟然是這樣 原來因為我性格太厲害 所以燒了 所以你是不適合做保險 之後就發覺是不行的 但是也去到很後 去到年3年4年之後才懂得去 沒有朋友 之後才懂得去想這件事 之後就 這個人生叫做第一個失敗 不是第二個失敗 就是這個沒有什麼朋友 校園生活一般 大學的校園生活 那你剛才聽得出來 你也有去想回那件事 你也有反思的這個過程 他突然在今集裡才發現這件事 也不是的 我忘記了我發現這件事 那也不錯 有反思 但我已經忘記了我反思 就是這樣 然後就出來做 在地獄裏做 很失敗的 頭一年都沒有賺到錢 因為那個心理狀態差 很厲害 頭一年什麼單都簽不到 現在想法很正常 那時候只有1年1年2的稅數 簽不到單很正常 那時候就證明了什麼呢 那時候就是 那些人說你做這些行業 你一開始能不能開單 視乎你上半身有沒有積覆 那後來是沒有積覆的 就是這樣 失敗的上半身就在你的業務上反映出來 我覺得這件事是客觀的 如果你很得你的親戚歡心的 你很得你的朋友歡心的 其實是會簽到單 但因為真的沒有 那時候反省不齒 也覺得我前半身沒有積覆 我現在開始積也有時間才收成 那就有夠了 然後很快就幸好有得做生意買賣 那這些就不用積覆了 就是截覆了 立即勤力 就是叫我當不做鬼丟 立即勤力就可以丟到東西 那時候就開始找到一些生活費 那時候最窮的時候就幫人補習 也有幫小學生補習 這個也是一個失敗 幫小學生補習 有一個就是女生 但其實跟她性別沒有關係 總之我不知道 一下子就說一句頂你的肺 就被人炒了 我明明看到我小女生聽得很開心 那為什麼那個家長也在 那個媽媽在房間看電視什麼東西 我說這樣也不會頂你的肺 那你的肺也很猛 是呀真的被人炒了 這些工作都是不適合我 另外一個就是幫大陸人的兒子 那時候在大圍名城 就是有少少有錢 明城都大人住 然後就跟兒子補習 這個我在之前的感情台也分享過 就是總之他會在 他的利是錢是幾千元一封的 然後他就露在櫃桶的利是錢裡 不斷塞給我 就叫我幫他買點卡 因為他不能買 那我就收很貴 一張點卡 其實是八十元一百元 我就收他兩塊錢 這樣找得懂 因為那時候就在地獄裡做 就知道我幫人做事是要收蓋的 對呀收你八百元就蓋到我 那我幫你買東西 那我收你蓋得很正常 你買不到 那我幫他買 那真的 那裏找得多個補習 補充多 基本上每天你就去交易點卡 之後他就 他就開始勒索我了 那如果我把我放了給我爸爸聽你出事 之後他要我幫你做什麼呢 就是你等一下就說是要用電腦的 我們補習補電腦的 之後他在我旁邊看AV 我說你不要在那裏看 我是不讓他看的 那帥子多瘋 小六 小五六 之後我 小事了妙 你打機是OK的 打飛機就不能OK 他把你揉著手進去 我真的 我真的 你後來很懶惰 不是呀你給我看 然後他還要補給我看 如果你是女老師就好了 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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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是很容易哭的人 他一定是用哭來威脅他的父母 所以他是很容易哭到的 我一會兒就說你打我就說你不說 就是這樣 過了三個月或半年 之後他父親就解僱了我 有沒有說完呢 應該是揭發了我幫他買點卡 就是這樣 因為不知道他父親就發現他的來自此都沒有了 那個小朋友應該說出來 我買點卡 他逼我買點卡 這樣也不會的 但就這樣就被人吵了 但也很開心的 這些都值得一提 你的經歷很懶惰 很懶惰 他很懶惰 是不是去打機啊 這樣 你想像到他回小學是一班男生 然後一起懶惰打飛機 團體沒有動力 就是這樣 然後就開始地獄賺到錢 就沒有失敗了 沒什麼失敗了 不是 純粹有時候見到一些很懶惰的同事 賺錢多於自己 然後就會更勤力一點 但是就沒有什麼 沒什麼 對呀 然後看著這個女孩很懶惰 這個女孩 為什麼她能進到大學我進不了 就是你做的 是不是很懶惰的 就是教她做的 你是傻的 但是為什麼你進到大學 為什麼我進不了 我就在那裡反省自己 究竟我做錯什麼呢 我哪部分錯呢 你一個考試的難度跟以前都不能夠同一異語 DX好像比較前一點 是吧 現在是說有很多 我忘記了 我那天有看新聞 但忘記了 如果你考DX好像有七成 八成人進到U 我以前是說三成 三成左右 所以學位多了 出生人數少了 自然就容易很多 其實追完溯流 你整個教育變成學店 一回事都是關於港英政府的 對呀 但是我們不討論這個學店 對呀 我們先說回失敗的事情 對呀 然後出來就是買泰國樓 又失敗了 創業那一刻就失敗了 但不是開頭賺很多嗎 開頭是不錯的 就是正常的 微利 沒賺很多 微利 對呀 那個銀牌好像很大 但是其實也沒什麼錢 首先大家要選錯一個partner 原來整間都是老千來的 上了市的老千公司 那些叫什麼 九號仔 八號仔 八號仔 那隻金融的牌 不是啊 他是創業版 他是創仔的 還是主版 創業版 然後慢慢就知道他怎樣困狂自己的員工 那些人有多虛弱 有多虛弱 要多虛弱 有多虛弱 對呀 之後就連這個 本身可以提供場地 和一些所謂客戶的partner 就脫掉了去 就再自己本身那個班人搞 之後就完蛋了 噗 對呀 之後就完 完 對呀 暫死人真失敗 對呀 那個失敗的經歷就是 沒有那麼大頭 就打那麼大頭也沒有 其實我覺得是 那時候的資金儲備 是不應該可以做得好的 那再加上就是沒有運 或者金主不夠大力 就是找錯了金主 找錯了金主 對呀 還有就是 後來都很幸運 其實都有跟一間比較大的政權堂拍到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開不到單 就是可能我們沒有想 就是他們要的東西跟我們不同 就是譬如他們那時候賣的 另一個國家的那些樓都賣得很好 因為應該是他們自己公司貨 還有我們又沒有得怪自己的 就是我有時候覺得就是 那是他主動找我回來的 那是他主動的 算了 所以 那是他沒有眼光 那又加上我們之後 真的力有不低 好正 你搞了回來是你沒有眼光 這個角度是很正的 那是他選擇錯誤了 對呀 與我無關 然後我們又真的不知道為什麼開不到 那時候都巡迴全香港的了 但是還是沒有 沒有 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你們又找名人合作 哦 是呀 哦 是呀 又是另一個 又是另一個服 你老婆 又是另一個服 就是這樣 所以就是 找名人合作也好 和大公司合作也好 都封鎖不到 很奇怪 但是那時候明明自己在地獄的時候 一天可以封鎖兩單 我算了一天簽四張 好像剩三張 是 賣樓 是 但是過了就沒有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整件事最恐怖 那時候我在旁觀察 我覺得最恐怖的事情是 我認識 就是白兵寶哥 還有他們的partner 說真的 不是說想吹捧他們什麼 但是都是top sales 他們的技術是沒有改變 那套技術 就是以前簽到單 就是繼續 那些客人的面貌 跟精神面貌 又沒有很大大分別 沒有說特別笨實 然後突然之間 這套技術就不成功了 你好像用一下Window 突然之間 他沒有更新 突然之間就不成功了 但是最恐怖的 你知道是什麼 當時我的觀察 其他行家都還在簽單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突然這個組合 就是突然之間不成功了 突然間這個世界 只有這三個人簽不到單 是啊 那個感覺是這樣 真的 其他行家是每個星期都堅持簽單 就是我很質疑自己 那時候就叫做人比較大的低局 但我也沒有什麼不開心的 除了因為這樣 而掉了女兒之外 但是也沒有什麼不開心的 你掉了女兒 因為工作的問題 應該像是 開始不太賺到錢 但是這個也是好的 因為後來我 那個女朋友是有想翻撻的 但我也跟她說 如果過不了患難 就不會共富貴 這樣就沒有在一起 哇 這句多隱形 多隱形 對呀 如果過不了患難 我幹嘛跟她一起 我發達幹嘛分錢給你 對呀 我心想 對呀 其實那時候真的在閉藝 其實我一分都沒有 但我發達給你 我沒有可能跟你共富貴 你這個時刻就離開 嚇死你 對呀 他用來找你的時候 你就是在患難當中 對呀 但我已經想定 那我的人生不會全都這樣 這些都是很強的心態 那時候我 或者之後我再想回 其實我去任何公司 賣什麼賊都好 我當我是去電競公司買計劃都好 其實我不會覺得賺不到錢 首先 所以就 不會死的 但是 人有三雖六王 那時候行衰運 也沒辦法 但是我覺得 那套武功在這裏 也不會賺不到錢 就是這樣 對 那到你了 天明 其實我想說的 不是關我自己的事 為什麼不關自己 因為 其實沒什麼要說 因為說了很多我自己的事 我想說的是 整體重對你有興趣 沒有可能 我想說的是 失敗這回事 是一種很相對的概念 因為 我不是想抽白兵水 但是我抽到白兵白兵說的故事 其中一部份 他有說的是 其中一個很初期的失敗 就是會考的時候 第一次考考10分 第二次是16分 那你可能就會定義 第一次考 明明都有溫書 為什麼只有10分 覺得很失敗 可能現在想回 我認識一個人 他考會考的時候 他考30分 不是他不是考30分 他是考23分 我沒有記錯 他抑鬱 他覺得自己很失敗 他覺得自己很失敗 因為他本身是覺得 他自己考8A會拔尖 他原本是全世界都覺得 他會這樣 他自己都覺得自己會這樣 然後他臨會考之前 可以三個星期 開始溫書 肯定拿30分 拔眼尖 我這麼厲害 考出來只有23分 結果 然後 他吸取了這個教訓 然後他高考的時候 早了開始溫書 兩個月之前 含考試之前 兩個月開始溫 然後2A 2B 然後他都很不開心 他就說 原來我不適合讀書 我這樣都不是全部A 就覺得 很廢 然後他大學就開始不讀書 他是很順利考到 大學最高級的系統 然後他就開始不讀書 然後不讀書 全部都爆 爆3.8 3.5 好像大學的時候 最低分是試過3.6 都很冷靜 但完全沒有溫書 他說他大學那幾年 我們跟年輕的朋友說 我們當年的大學是讀三年而已 他讀三年大學 唯一的得著就是 他讀的學系是語文的學系 他語文的能力退步了很多 因為完全沒有溫書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少得是嘉靜 我想說 我很深感受 因為我家裡也很極端 我哥哥中三就沒有讀書 律上去 所以我家人也有 寶哥家人那種恐慌 就是 一定要考到大學 原來你要升 你要升不是Bang3 很難的 你看看你哥哥 你要升好小小學 很難的 你看看你哥哥 真的不斷說服我 我和姐姐說 一定要怎樣 然後我姐姐很順利升Bang1 然後我是Bang3 我們那時候是Bang3的學校 你那時候有五個Bang 應該是Bang4 還是三個Bang 不是 只有三個Bang Bang3 Bang3 Bang Bang 應該 我進去那年不是 我不知道 天明進去那年是不是 不是 我進去的時候 他說Bang2 但是你進去你就知道是Bang3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你怎麼判斷 因為那些人的成績是很廢的 那些人 這個是你個人判斷還是客觀的 客觀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在小學 我是那些人很廢的 我進去那一家學校 我最初幾年都是名列前茂的 我第一年是名列前茂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也有正經班 正經班那些沒什麼大問題 很多都入到U 可能我那年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那些正經班都保持不錯 因為我們那家學校差不多 中七 就是那時候的A級 應該六十多人 應該是六十多人 但是我印象中 每年是不夠十分一人升大學 我不知道是不是正常的反應 因為我不知道其他學校是怎樣 因為有些學校100%升大學 什麼 張竹山那些差不多100%升大學 那些 那些 其實我為什麼故意忍生我姐姐的故事出來 就是因為 其實失不失敗真的很相對的概念 是你怎樣去定義這件事 你怎樣去定義這件事才重要 或者這麼說 你定義這件事是失敗 其實也不重要的 OK 有些人會覺得 就是拿白兵的故事來做例子 他考試 即會考 搞不定 失敗 然後可能 人際關係相處 不是很好 失敗 然後一開始在地獄 賺不到錢 失敗 然後出來創業 然後突然之間的運 好像耗盡了 然後又跌落了一個事業的低谷 一個經濟上的低谷 失敗 這些很正常 這個社會是怎樣定義失敗 但是 就是有一些人 他可能在更加高的想法 然後他跌落到正常高的想法 我們大家看上去都不會覺得 他是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他會很深地有一種失敗的感覺 我覺得是怎樣去定義失敗 是不重要的 重點是怎樣去抽離自己 從失敗的感覺中抽離自己 因為其實 如果仔細有聽到白兵的故事 就會解構到其中一件事 就是 為什麼白兵明明在地獄的時候 不是很賺到錢 一開始 但是為什麼都會 串串共的呢 對那時候的同學 其實是一種自我保護機制來的 其實你越在那裡賺不到錢 你越需要一些東西去保護自己 武裝自己 去防禦自己 就是去分別我和人有什麼不同 失敗這回事 其實真的很在你怎樣定義 有些人會覺得破產也不是失敗 OK 真的很沒命才算失敗 但是 不是不需要加但是 但是 但是 而且 不過但是 有些人會覺得 沒有命才算失敗 不過都沒有所謂的 你不過容但是 你這個連接時 好像 不太連接到 你走不了 我不太走到轉折位 無論如何 有些人覺得 死才是失敗 而這樣是沒有問題的 是 因為每個人對失敗的定義是不同的 是 就是這樣 我想表達 我想說 其實究竟什麼為止失敗 我就有點主觀一點 或者叫做我的看法是什麼 如果那件事是對你的精神出現一個大的打擊 這些就為之失敗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不同 就像剛才 T-Ming所說 可能我考得23分而已 我已經覺得很失敗 當然他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就是他自己本身的期望和落差不同 這裡引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期望值 因為其實我們做銷售 之前我們也是做銷售 其實你怎樣去管理客人的期望 就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包括你管理自己和管理你的客人 很多時候你為什麼會出現一個很失敗的情況 就是你假設你一個事情很美好 譬如當下100分 最後你只有30分 你就會 你那個精神打擊就很大 如果你本身打算是50分 你下30分 你會覺得 都會有一點點不開心 但是 你會有這種感覺 所以其實 你怎樣去調整你自己對一件事的期待值 就來得很重要 你可以分享一下 最近我覺得 不關於失敗的事 但就是關於 就是最近我的時間 就是去一間也是那些貴小小的酒店 那時候是我本人生日 跟我太太一起生日 今天去的 然後去的時候 就是check in 跟你說生日快樂 你當然開心 然後整程最後就沒有任何特別的事情出現過 然後我就在想 如果我在一間酒店 就是我可以怎樣帶到一個 就是你那個驚喜 其實都是一個預期 就是你跟我說了 三日快樂 會不會送一隻蕉給我一天 你一隻蕉都沒有一天 其實你那句也是講一下 可能有些你比較好一點 或者他重視客服一點 他可能會特別送一些 未必很值錢的 但有些小小的心意給你 你便會遇到那個 就是over了你的期望 的情況下 你便會覺得 那件事很棒 就是最近我昨天吃飯 都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給百多元 可能 他當然是中式的一個 一間餐廳 其實中式的奧馬卡社 就是你沒有 你沒得選擇 沒得選擇 就是他煮的 就放了兩粒燒賣 其實又不是很貴 你過一晚餐百多元 然後那個老闆 或者那個廚師煮的食物 超級好吃 我讚他好吃 然後出來和他喝幾句水 然後他就送了一個鮮油 即是馬上炒的 剛剛釣上來的鮮油 然後他說 你媽媽很難好吃 然後我就已經馬上 和我的群組合 有些朋友就推介 就是這間餐廳要試 因為他就是 他就是 發揮到我的預期 即是本身我打算 成八二元的東西 超出 然後他給了我三個水 哇 那就很棒了 那就有成功的感覺 還反過來 我給了八二元 他就是給了十元的東西 我就覺得餐廳很失敗 嗯 就是這樣 這個很重要 我覺得真的 就是這個 和管理期望值 是啊 如果剛剛天明這樣說 最觸動到我的情感 都應該是我大學處理 那些同學之間的那個 人際關係 對 人際關係處理得不好 我是最不開心的 在這麼多個失敗來說 生意失敗 我沒有什麼不開心 這個真的 那時候我是 因為小弟是 見證著的 是真的沒有什麼 因為白兵是一直在想 哎 那會不會好回來 那時候是報告灰 那時候是報告灰的 報告是覺得 哎 那麥克風就飽和了 是啊 但是他雖然對行業態度悔 但是寶哥是很積極地開拓其他接觸面 去看看有沒有機會救回公司 白兵就是哎呀 我這套東西本身工作的 現在黑仔而已 就是這樣的態度 所以其實他沒有很大的情緒波動 還有白兵他那時候和女朋友分手 都沒有很大的情緒波動 就是可能有我觀察不到 就是去消化就消化了 真的沒有的 就是這樣的 或者未去 情緒波動其實真的沒有什麼 這個我也覺得是很重要的 就是對於做生意來說 其實我可以理解 我本身對我女朋友是沒有期望值的 都不是的 我想失戀那個 因為我試過幾次失戀 失戀就突然間變了感情台 其實失戀的感覺和生意失敗 但我感覺其實差不多 其實沒有什麼大分別 對我來說 我是屬於那些細水長流不開心的 就不是一夜豪哭崩潰的 就是每晚都哭 就是每晚都哭 每晚都不開心 但是沒有豪哭 也沒有哭 就是這樣 然後我不知道近期 有個群組友 懂得那些用 不是占星嗎 就是用你出生時間的那些性體 來跟你預測一下運程 看一下你性格 占星這些 對 那他有說 就是說 我有個位置是可以進步的 如果能夠進步就很好了 這個是屬於一個 我可以控制範圍內 而可以進步的地方 是 那他會說是什麼 就是我這個情緒管理 是 就是說 這個是我其中一個課題 就是你一個可以 就是他不是說 人生課題有很多種的 有些是你很惡噓 很難面對到 一些很大的障礙 他說我情緒管理這部分 就不是的 但是如果你這部分做得好 那就很好啦 就是這樣 那你覺得呢 你自己覺得你情緒管理 但是我認識你 你那個情緒管理 你都是比較 Fat 一些 那他是想你去刺激一點 他想我Fat一點 我再Fat一點 因為我中學時很想爆炸 我小學中的時候很想爆炸 就是真的會 手打人 我真的會跟人家吵架 會吵架人 其實現在其實我都很想 馬路猛一點 踢揍他 你為什麼肯不吵架 就是會吵架阿sir 阿沈那些橙 一定都是 這個天命 那時候 那時候中學跟那個 無盜你的對馬 好像梁家輝和郭富城 郭富城 韓志 為什麼你這一個事先來搞事先 是 放榜才來搞事先 這是 對 這是這種對馬 那時候我罵到中學應該是中六七 你很多憤怒 人本身的底是燥底底 所以那時候跟班主任來的 罵到我們在最高樓層 二樓的教員室都聽到 每個人都在吐頭 吐頭有人吵架 那時候有很多人看 行雷呢 那些人可以上來看熱鬧 隔壁房的人都吐頭出窗 後面有人跟我打氣 吵架他 因為今天那時候是很討厭的 那時候我就是 你仆街啦 你有位子給我吵 我一定起立位 你不用走 你打算我吵架爆你 那些時候我又是自己的憤怒 又要幫同學出氣 所以我是大意而吵架到他 大意而吵架到他 那時候是很討厭的 是的 我籌期 入個雙箱粉紅色的雙箱 小小盒子 我就不能入 沒錢啊 一兩號紙都沒有啊 老鳳要捐的 那時候一定有人入 你現在收拖地啊 咳社會啊 你你你你 你是花跪下啊 不是 你放我留下 然後我又吵架他 放他去罵我 你說什麼啊 然後我說 咳現在是你收拖地 不是我收拖地 你罵我啊 然後吵架到飛天的 就是這樣 然後就去到說 我又跟校長說 是不是啊 現在一起走內塔 你錯還是我錯 就是那些啊 大意而吵架到他 之後投給你走 就說 走啦 你在我吵架 阻礙我放學 又再回回一下 拿個比賽啊 就是要搓架到他 爆闖 我要你爆血管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我是很有那種 我就是要羞辱到你羞皮的那種 就是他從此都沒有再罵我了 怕了你啦 他以後那些中文作品給我 超級低分 就是這樣 認分 之後去到 詞不達意 他每次都說我不合格 之後到放榜那一刻 我看著 咦 中文作品合格啊 呵呵 因為他要給我成績彈 就這樣 呵呵合格啊 呵呵 我也有這些經驗 所以說起這件事 其實也是可以用另一種角度去看失敗 我不是想羞辱我們以前學校中學的老師 是凌辱的 不是 凌辱更加糟糕 但你說他看不明白你的東西 一來吧 唉 就是羞辱比較差 不是 羞辱比較低 程度比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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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真的 很簡單就是 那時候我不要講作文 因為很主觀 但是只講中化 那時候我們讀A級是中國文化的 那時候我教我的老師 就給我實用文是很低分的 即是說你不實用的人 是的 接著給我說話 永遠最高只要拿C的分數 直到去臨考之前 有一個現在還在朋友的老師 因為受不了那些辦公室政治 走了 他聽我們訓練 他訓練我們 他有說過的 用那套方法 要是A 要是U 這樣也不懂 你可以吵咬他 我現在馬上發聲 但我沒有吵咬他 這個令我想起一件趣事 你們有沒有聽過 我說過 有有有有 城市蓄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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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麼呢 就是友台 不是就是同台 光哥 那時候他考這個 說話的演講 拿到一個題目 叫城市蓄寫 那他的方法是什麼 這條題目分兩個部分 一邊是城市 一邊是蓄寫 而他不是說城市是怎樣 是說蓄寫這個技能 在這個城市有什麼用 都是很特別的 不怪得他 我們小時候 真的有些秘書課程 很受歡迎 教你怎樣在會議上 蓄寫去蓄寫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城市怎樣蓄寫 所以就拿著東西 好笑 說回來 那時候是有一個客觀的分數去定義 你是成功的失敗 但是其實 其實這件事是極端主觀和不正準 就算你出去考試也好 我也覺得 公開試也好 我也覺得這件事是極端主觀和不正準 對 等於你在玩這個遊戲 你這個遊戲玩得好不好 因為我和文科 和理科有些不同 理科可能有些計數位 真是很昇誕的 真的有公式 然後有標準答案 對 但是文科其實很多地方 都沒有標準答案 很簡單就是 我中史歷史書 我記得那時候考五本 都挺厚的 但是我那時候背得滾瓜爛熟 然後進去考 搞不定 完全是不會回答他的東西 但是你那本歷史書 你那時候很熟 那些什麼基督教歷史 那些新教歷史 然後有中國道教 然後以前那些中國哲學 然後宋明理學 那些全部都是你背出來的 倒背如流 但是你考試的時候 你會發現 糟糕 不懂得回答這個東西 我沒有讀過文科 真的不知道 然後中化 中化是一個很深的體驗 就是那個老師 一直給我很低分 然後我出去考的時候 他給我低分的科目 那些地方 我出去考都高分 不知道為什麼 你厲害 然後我覺得 他從來沒有教過 我們怎樣寫好實用文 然後我讀大學的時候 有一科叫商業中文 就是教你怎樣寫一些商業書信 就是寫一些商業書信 敬啟者 台鑑 小弟摩洛星 祝你全家都很幸福 那些東西 照我以前那種風格寫 因為我沒有學過 沒有進步過 寫完之後 那時候的教授 有跟我說 你學得很好 好有文才 不是啊 好工整 我那時候有一種感覺就是 我當然 我也是正常人 我當然會覺得 他講我寫得很好 是懂事 是有料 講我不好 是沒有料 但是其實兩者都很主觀 無論是說我寫得商業的文章 那些新聞稿 寫得好那個 還是以前中學 他每次都給很低分 然後我考工開始很高分 講一個老師 其實都是很主觀地去評鑑某些事情 我覺得 你要符合這個社會的要求的同事 你覺得你首先符合你自己的要求 這個社會是會有無數那麼多框架 其實那一堆都是期望值來的 你考工的時候就是一個期望值來的 是不是就是一個社會對你的十幾年的期望 展現 也都好像寶哥的家人 不停強調就是讀好書 考大學 出來找份好工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那麼大壓力 因為我讀到中六七大腿有條神經是痛的 那種神經痛 然後我去看醫生 不知道有什麼事 然後有個醫生說 你是不是壓力很大 我說不是 沒有什麼 都是這樣 但我進入大學後就沒有再出現過這個情況 我以前也有偏頭痛 我讀書的時候也有偏頭痛 但我進入U之後也沒有 沒有再試過這麼大壓力 我會在考試之前 所以其實 我考公開試之前是會搞肚痛的 所以那時候我不知道會早兩個小時起床 先去考試之後就感覺到肚餓 然後就覺得 沒有屎了 沒有屎了 你搞不了我 所以我也同意你說 其實我們已經經歷了 所以你可以用一個過來人的身份去看這件事 去處理這些壓力或者期待值 我們會拿捏得精準一點 但當你在當局的時候 你都很難以避免那種 尤其是那些老師對你又怎樣怎樣怎樣 尤其你讀中學的時候也是 我很記得剛才白兵也說 你說拿了成績單 那時候我讀攝錄的那些 即是教書那些 也是這樣 我那時候已經是說零幾年考高校 我還不記得幾年 然後他還拿著八幾年的 勾師 他就說勾師 不要緊要學多些東西 即是那些能量 永遠不能變那些 然後他就批死我 就不行了 我就拿了幾好成績 有時候那種負面的 負面對你的壓力 或者你的批評都會 如果你能夠轉換得到 都可以轉化成一個很強的 原動力 不過這一種的推動力 未必會維持得很長 但是都是一種 即如果你能夠懂得去轉化 都不失為一種動力 有個幾好的位置 即是有時候 可能你比較迷失 各樣的時候 有時候是因為 你會入了谷底 或者你的腦裡面 入了谷底 那你就會離地 即你的思維和現實 看不到東西 不吻合看不到東西 那時候我就因為簽不到單 即剛剛入地獄的時候 不知道去到一年兩年 都簽不到單 但是那時候已經開始 有生意買賣就賺到錢 但我仍然是很熟悉那些 drill怎麼說 即是客人問你 這樣會不會虧價 這樣會不會賺價 怎麼說 當然會 那時候是有一個很專門的客人 有一個drill 然後有一次 有一個老闆 即是嚴露王 在辦公室裡 抽些同事問一下 抽取 如果客人有這件事 問你你怎麼回答 即是我發覺有些很好數的 不論會回答 之後 可能嚴露王 你試試回答 就指著我 我待會之後 多過預留 好工程喔 然後嚴露王 嚴露王 嚴露王 為什麼你簽不到單 真的嗎 我都不知道 那時候我就開始明白 我不是那個技巧出問題 是那個人出問題 是那個人出問題 是因為沒有朋友 這樣 有些時候你就要明白 失敗的位置在哪裏 都很重要 還有這裏到最後 快樂的時間 就要快 我很短想說一說高仁 高仁在這個躺平主義來說 他躺了差不多30年 都很困難 他是臨28、9歲才好一點點 才會認識我們 對 因為認識了我們 即是叫做 加入了這個白兵的團隊 他有沒有繼續躺平 我不知道 但他找多一點點 應該 那麼高仁的考試成績 是不能夠的 還要我們很近期才知道 原來是很困難 我們很近期才知道 這條困難 是靠這個人際關係 才進入到我們的總學 就是靠人際關係 進一間垃圾縮學 那就OK 很垃圾的 總之原來 你們考得這麼差 其實我印象中 我回憶回來 他有跟我說過 他進入這間中學的時候 已經見過某些老師 他有輕輕提過 他有個親戚在一間中學教過 但我到最近才知道 因為我們那間中學 修外校生 即中六七 是要14分的 會考 但阿菇也是不教14分的 有一點距離 然後他怎樣進入呢 就是因為他有個親戚 曾經在這裡教過書 所以答博投入了 大家覺得高人是很厲害 我也覺得高人真的是很厲害 一個曠世奇才 但原來是夠的 曠古力金 但原來他是夠的 他還說他靠關係 手後門進入我們家學校 他說得是超級招職的 所以我從來 我出來之後 就覺得 識人比識字好 就是這個意思 今天我不是想帶出 這個識人比識字的道理 因為這個道理應該人人都明白 對 人人都知道 而我想說就是 高人去到的位置 我懷疑他懂得司法 已經去到的位置 我們最近講魔法 這傢伙又是說勁多的相關東西出來 當然這些東西又找不到吃 現在沒有魔法 可能有 如果你讓他在英國巨石陣打飛機 可能就光復了 對 香港有機會光復 有一柱光射下來 很難說 你看到高人無論對宗教 對歷史 對文學 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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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很深的認識 還有很廣而深 對 但是他公開考試又不夠 所以沒有關係 對 所以如果 這個是套用無論公開考試也好 做生意也好 你是要尋找一個適合你的平台 多於就是 喂 每個人做賣珍珠奶茶都行 我不行 我開垃圾 不是 是你的技術不適合賣珍珠奶茶 但是我很同意 不是 你不是一個賣不到珍珠奶茶的垃圾 你是你的技術不適合賣珍珠奶茶 的垃圾 你是不是都是垃圾來的 不是說 你講 喂 其實跟期望值一樣 你怎樣定義什麼垃圾 你屎以前大家的概念都是覺得 喂 這些是用來堆填用的 原來是肥料 以前大家都覺得是肥料 或者你是排出大海的東西 喂 現在有人賣屎是賣幾百美金 每個星期 就是什麼 因為有些人是 他們有些研究是長度的菌 那些益菌 那些壞菌 那些東西 有些人是真的 他的長度是適合研究 被研究 那他們是每個星期 真的整個樣本 然後給那些實驗室 然後收幾百美金 香港都有 不過不是幾百美金 之前中文大學的醫學院 有些研究就是 你每個星期去柯良治屎 然後就給你一個星期 好像給你五百美金 你近一點 為什麼你不去做 因為我BMI超級的 太胖 還有 我記得以前 網路的文化味 好像現在那麼誇張的時候 他是曾經有一個送屎的服務 是我作劇的網站 就是你有什麼人不喜歡 你可以在我們那裡 買個好盒 塞著一塊很醜的屎 送去他家裡 其實你到底垃圾這件事 是怎麼去定義 其實就是好看你擺在什麼位置 你明明是梵高來的 不細的畫家奇才 你就可以賣珍珠奶茶 對 你就可以賣珍珠奶茶 我在我從小到大的經歷 我就發覺 我在罵這個當權者 是有一手的 是有一手的 我小學已經開始罵阿Sir 小學開始罵阿Sir 中學又罵MISS 我到大學 就是因為沒有什麼 後來我畢業後 就有跟老師頂撞 因為在社運事件上 我瘋得有個博物 然後去到位 就是那時候 你不是很流行 上莊 有上莊下莊 有上莊 有上莊 會抗咬 那時候我不明白 為什麼那些人會站著被上莊 那種感覺就好像 那些無線音樂的選拔節目 下面的Eric Kock很串致 你沒有啊 你是垃圾 上面就是 多謝老師 就是這樣 然後那個位置就是 那時候我跟莊園的關係 不是很好 但是他們叫我 看到我突然間 瘋了 他不斷吵架我上莊 上莊 我馬上去吵架 你又做了什麼東西啊 你又說了什麼東西啊 你之前做的什麼 你收屁啊 你在那邊吵架我們 走開啊 那邊吵架他 之後那個上莊沒有人 是呀呀呀呀 之後他被吵架到快 之後就走了 之後旁邊那些 古有這個諸葛亮的涉戰群魚 今有這個白兵的吵架上莊 之後呢 那些莊園跟我關係不太好 但是都 有了到 也有一點零眼露 嗯 我發覺原來是天散的 這個技能 不平真名 所以其實很多人 就會覺得你做A這件事情 你不愉快的時候 或者不愉意 你會很容易 將自己放入一個垃圾的位置 即自我形象很低下 但其實我自己很深的感受 就是分開的 即是好像你們所說 你做A不行 其實可能A是不適合你 並不代表你做BCD 是不行的 即是正如你做BCD可以 不等於你做A是可以的 即是可能你A很厲害 不等於你的人很厲害 可能你很多事情都是很廢的 即是同樣的事情 其實是分開的 所以 不過很多人是會把這些觀念混合在一起 即是譬如那個人很厲害 那他一定是品行也好 學識也好 然後又不會裝外婆裙底 即是會有這樣的想法 其實不一定 即是可能他做得很厲害 近排傳聞 吳克儀好像有強姦過的女職員 哇 不知道幾年之後被人告 這麼禮激 這個也是 都很難受 你想想吳克儀 這個也是為何中國特色的體制 永遠都會變成官僚主義 即是他打工很厲害 試試給他做主管 就是混蛋 升他職 給他做主管 然後他以前打工很厲害 他現在做主管 雖然搞不定 給他做CEO 就是混蛋 我最後打算引起一個很少的東西做一個劫語 就是剛才 真劫語 他補高的劫語之後再做一個劫語 就是白兵剛剛說 他中學的時候 有跟一個女老師上演韓戰式的對馬 之後那個女老師有針對式的報復 就是你所有東西都很低分 其實這件事是一件很恐怖的事 為什麼呢 因為我沒有記錯A級的時候 是有一部分的分數來自於你日常的學業 中文好像沒有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如果有的話 其實他是在公佈私仇 但是他公佈私仇這件事 也是一個自我保護機制 很明顯 就是我批你不贏 我其他地方弄死你 其實這件事就是當一個人失敗 因為其實理論上 老師都是在面對自己的失敗 他沒有辦法消化這件事 他一定要找其他外在的東西去轉化 去平衡自己的心理的時候 他就會傷害別人 自我保護 其實可以不需要傷害別人 因為我的想法就是 最後就是當大家面對失敗的時候 可能你會走上去MISS的迷思 就會想去透過傷害別人 展示自己的權威 來證明自己的正確 但是其實我想表達的就是 大家都會失敗的 保護自己 不代表要傷害別人 好 在這個補過 做完這個結論之後 我再做了結論 好 今天來到這裏 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拜拜